如今的影视剧特别流行翻拍风,不知道导演是江郎抬进还是单纯的想蹭IP,反正很多经典作品被拿来由次又一次的翻拍。 当不同的明星来演一个角色的时候,还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,差距还真的是一目了然啊。 一、紫霞仙子,朱音vs唐燕这个角色在90年代已经红遍全国,成为所以90后的童年回忆,朱音眨眼当初惊艳了多少人,朱音塑造的紫霞仙子,不知成为多少人的梦中情人。 他在剧中眼妆没有过多色彩的修饰,弯弯的眉毛,卷翘的眼尾睫毛,眼神挑逗多情,再搭配提升好气色的饱满红唇,就演绎出一个清纯中透着小性感的神仙姐姐,从此网友口中流传着这么一句话,朱音之后再无紫霞仙子。 但在2016年,唐燕再次演绎了这个曾经的经典角色,唐燕板紫霞仙子唇红肤白,长发披肩,一双眸子明亮有神,挺拔修长的身子立在木屋,好似一朵幽兰。 但其演技实在太烂,人设更不讨喜,穿越回来,就是为了给至尊宝找个老婆,无论是谁只要是个女人就行,这么大度的女人实在少见,感动的观众都要哭了,干脆你别叫紫霞仙子,改名,就白莲圣母多般配。 二白浅,杨幂VS明星这个角色最早出现在剧版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之中》,由杨幂饰演,白浅给人感觉并不是以仙气为主,更多的是有狐狸的灵动,本就有狐狸的外号的杨幂,对于这个角色的驾驭还是不错的。 剧场戏的爆发力也是很强的,杨幂饰演的白浅一身白衣,凡人素素,温柔大方,惹人怜悯,地基白浅霸气干练,引人注目,浅浅在杨幂的塑造下如活了一般,自然也获得了杨幂之后再无白浅的高度评价,今年又出现了一部《十里桃花后传》,剧中的白浅由宁青饰演,剧中的白浅依然是一身白衣, 但却完全没有一个三界上神的陈吻优雅,更像一个千金小姐或者是小家碧玉,相对于杨幂版差距还是很明显的三,小燕子,赵薇VS里剩赵薇的小燕子是一个传奇,试问当年谁没为小燕子疯狂过,她是中国电视剧的一抹浓重的色彩,没有人能够模仿复制,她永远都是自由快乐的, 没有什么可以困得住她,包括《皇宫》和《爱情》,赵薇饰演的这一个角色实在太过刻骨铭心,以至于现在仍然记忆犹新, 而李善在《2011年新环珠》中饰演的小燕子,虽然嘴上不说,但目着一股劲儿想超越赵薇了, 所以拼了老命渣渣呼呼唬腾,那甜到发腻的做作声音和指剑模仿不见灵气的演技,观众也只能感叹了。 4.贝薇薇 郑爽vs杨颖正爽饰演的贝薇薇真的很清晨啊,颜值简直逆天,丸子头也很好看,爽妹子虽然报酬的不行,但毕竟科班出身,除去外形问题,对角色的把握相对来说更好。 整体来看比较符合薇薇这个角色,杨颖饰演贝薇薇依然是倾国倾城,AB的美是娱乐圈公认的,这一点是不用质疑的,但演技也是公认的,AB睁着眼睛装着女汉子,演着如同奔跑吧兄弟一般的演技, 你跟我说是本色出演,不错的确本色出演,请问贝薇薇需要本色出演吗?长得漂亮演技不好也是要命啊,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,当女星饰演同一角色,差距真是一目了然,对于这些同演一个角色的明星,你占哪一个?